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Benjamin 欢迎回到我的影片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Benjamin 你们可以叫我Benjamin OK 今天你相信我们看标题都懂了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个实验 OK 是什么实验呢 是有关于水跟冰的实验 就是之前我看到Brizen Liu做的 他应该是四年前的影片 我看他做水一秒变冰 OK 为什么我要拍这个 因为我看到他video我突然间很兴奋 水可以这样一秒变冰 是不是很神奇 我是觉得很神奇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所以他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我们要拿水放在冰厨 两个小时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水放在冰厨 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要把水放在冰厨 两个小时 不知道没有地方放 我们要放这边两个小时 现在我已经把水放在冰厨 所以我们要等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要等两个小时 现在时间是 不知道几点几点啊 OK 现在是十点三十四 所以我们等到十二点三十四 OK Let's go 好 现在我们还有五十三分钟 现在我们还有五十三分钟 我们的水就可以拿出来做实验了 OK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OK 大家现在还有三十六分钟 我们要煮到三十六分钟 我们洗就可以开始了 现在还有八分钟 我的就我的水就可以拿出来 OK 现在还有两分钟 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水了 所以我们等多一两分钟就好了 所以我们等多一两分钟就好了 所以这个眼镜 我会放饼在里面 给我倒那个水去这边 OK 这样应该是可以拿出来 这个是水 这个是水 这个是瓶 把瓶放水 把瓶放水 我可以这样把瓶放一 把瓶放开 放开 放那个瓶子 放那个瓶子 在那个瓶子 好像有一点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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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给大家如果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失败啊 他是有一点点到他就他只起到一点点 所以我算是成功了因为他有起到一点点 所以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再拿下一罐水 等一下我去拿水 ok 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是可以的 我没有想过这个使用就可以成功 还以为失败那些 结果另外没有想到是成功 ok 现在我们要捣什么一个 这个 这个在这边 ok 现在我们要捣它 我是tripod有点问题 ok 大家 这个是那个冰块 我看这边 我现在倒那个水 开 ok 刀 它直接变冰去了 这个水 当我开的时候它直接变冰去了 我买过 它直接变冰去了 它直接变冰去了 所以 是我还要打它就会 我买过 当我打它的时候 它直接变冰去 它自己变冰去 是要了 ok 这个就是刚才我前一个做的 前一个做的 它是有成功一点点 过后我觉得算失败 我下一次下一个video会做多一次 哦 这个是失败啊 因为 我会打它吧 人的变冰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在屏幕区那边告诉我 不是什么啊 我会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失败 那个 心间变冰了 我可能明天会在座的一次 所以 如果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subscribe 我还有 分享视频 朋友看 如果不想的话 也是应该点个赞 还有subscribe 给 我可能会拍八度 因为 我觉得有点失败 因为这位是要成功了 过下一段时间的时候 怕它点冰去了 无法理解 我倒了一次看 它变冰了 咖啡 可以倒在这里 咖啡 我咖啡好像已经不妙了 我也不能 我写的影片在座里 是不给你买